虽然如果你纯粹看杀完牛症之后 是有机会可以回稳 但是始终你也会看完整体那个向下 是一个向下的突破 去到什么位置 其实你一日未出现一些比较重大一点的 一个继续回稳 或者一些转世的Signal 那是什么呢 是一些你调整完了 可能在低位出了十字星 或者你列口低开完之后出了一支阳烛 所以其实昨天来说是有机会 其实大家去驳都是静怒的 但是你今天高开完 然后低走 其实就应该驳不了 就应该要走的了 你昨天想去驳去低的位置之后 其实你很明显就叫做 都给了位置你走 不是低开的了 你低开很多人都未必走 但是你高开完去到 都应该要走 不走的话 你穿埋 都应该要走 再不走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你要硬吃多几百点 但是现在还未是一个 他留底的时候住 他一日未出回那十字星 或者是列口低开出一支阳烛 其实向下 向博这个回稳 那个机会率其实比较低 建议大家 保持着手势先 不要再太过进取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